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大自然对人们的心理健康有益 然而,大部分文献都集中在树木、公园和森林等绿色空间或湖泊等蓝色空间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这些研究让人们越来越认识大自然对心理健康的益处 但对于其中形成这些益处的具体特征并不是这么了解 此研究专注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吸引着人类 但却很少受到科学关注的鸟类 研究团队用一款名为UrbanMind的应用程式收集世界各地共1292名参与者的数据 大多数都是来自英国、美国和欧盟 使用UrbanMind的参与者 每天被问三次他们是否能看到或听到鸟儿的声音 同时也评估了他们当前的心理健康状况 同时还收集了有关任何心理健康状况诊断的讯息 疗愈作用可达8小时 忧郁症者也见效 研究人员刚开始的假设是 每天与鸟类相遇与更优质的心理健康有关 而事实上 研究的确发现 听到或看到鸟类被证明对参与者的心理健康有益 因为当他们看到鸟类或听到鸟类声音时 他们的心理健康明显好转 这种心理健康的改善可能持续长达8小时之久 研究人员进一步说明 与鸟类的日常接触与心理健康的持久改善有关 这些改善不仅在健康人身上很明显 在被诊断为忧郁症的人身上也很明显 所以 感到忧郁 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妨走出家门去寻找鸟类 听听他们悦耳的声音 也许可以帮助转换情绪 健康生活编辑部